一名花蓮市的湖姓男子 他骑着机车沿着台九线 南下要去狱里找朋友 行机瑞穗午喝断的时候 车子突然熄火不动了 才发现原来是没有油了 在烈日当空之下 灰汗如雨 他牵着机车一路往南 并且到派出所来求助 在远景热心协助购买汽油之下 他才得以顺利脱困 沿夜夏日一名男子骑身机车探亲 汽油已经用完了 刚好遇见热心远景伸出援手 排除了困难 这名来自华林市的湖姓男子 骑着机车沿着台九线南下 到狱里镇上探亲人 行经瑞穗香午喝断的时候 机车突然熄火动弹不得 这个时候才赫然发现汽油已经没有 在烈日当空之下 只能硬着头皮 灰汗如雨地牵着机车一路往南 途中到派出所求助 在远景热心协助之下 购买了汽油 才得以顺利脱困前往探亲 本局长说 卫民服务是警察重点工作之一 也提醒民众在驾车外出游玩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小灯、大灯、前后方向灯、前后雾灯、日行灯、刹车灯等 以及汽油、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机油等 还有油压、电压、胎压、刹车气压、水箱、电瓶水、雨刷水等等 不要因为一时的大意而影响了重要事情 甚至造成汗事 记者高松霜、玉里采访报道